那這個花點時間整理啊 這大概就是 我們先找一下有百億規模基金以上 因為你後面才有子彈機去打嘛 對不對 那百億規模以上的 然後照排名排出幾名 就是安聯啦 元大高股息這種股票 他領鼓勵鼓勢的我們就不看了 對 那後面的話就是安聯啊 野村跟統一 大概就是這個規模 規模我們就照順序排下來 那他前五大持股 其實他每個每一季都會出現 稀微的調整他的配比 對我們就是把他的個股前五檔 列出來並且 並且列出他的趴數 為什麼要列趴數 因為一檔基金 他不能買超過10%的資金 在一檔股票上面 所以呢我們把他列出來 那後面如果說他真的買到9.9% 那台積電自然而然 他就不可能再繼續在敲台積電了 對 那我們就列出來 其實大家會發現一件蠻tricky的事情 就是說呢 同一個 同一個 假設那個統一奔騰跟統一黑馬 他們的績效還不錯 他們的持股還蠻蠻雷同的 真的 對同一個族群的持股都會蠻雷同的 那會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對但是其實你看近期 今年來講就是AI嘛 所以說很多AI股票都來上面 那齊鴻他有齊鴻 那或者說呢 世行KY他有世行KY對不對 那或者其他可能就比較不一樣 但是安聯啊 安聯這個基金特別喜歡都買一樣的 他只是持股的配置不同而已 對 你看安聯就是台積電世行建設 然後這建設台積電世行 然後這邊也是台積電 建設世行 對其實大同小異啦 所以說呢 他們就是可以拉 我們自己都有的 別人比較沒有的 好 整理出這檔之後呢 我們再繼續幫大家細整理下去 我們再用股本嘛對不對 這幾檔都是剛剛上面看的到的 那股本太大的 直接先刪掉 所以後面有繼續下去的 幾千億的 對幾千億幾百億的 我們就先不看 後面的話呢 20億以下的我們再來看 對 那就抓出這五檔嘛 可能就是哎 要不要開始作帳了 在這個就是比較可以有把握度的 對 那有圈圈的地方 就是我們幫大家列出來 幫大家抓出來的 融資增投信減 這明顯沒有嘛 投信要增嘛 融資要減嘛 籌碼流到投信手上 那這個開始從富士達建設跟 力旺看起來 籌碼開始慢慢流到投信手上 那我們就幫大家整理這三檔 這個可以選擇 我們有好多人的 立場 這個可以選擇